脏话事件也有意的重要指标脏话越多,越亲密因为脏话往往是表达感情的最直接途径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说脏话的呢? 如果你只能想起一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么是时候来学习一下了再琴 汉时期你会发现古人骂人还是很温和的而且骂人需要一定的知识 因为当时书面语和口语比较接近,例如,大家都有印象的鸿门艳象语,不听范增的劝告,放走了流邦级的范增大骂,哎,数字不足语谋 以死就是,不想再给你这个傻叉玩了 当然也有更高级一点的健安妻子陈琳,曾写讨贼习文,痛骂曹操祖宗三代 听着曹操一愣一愣一骂我可以理解祖宗三代,都骂了是什么操作 可见陈琳不愧为大才子,跳出了思人文怨,趁对方不知所措时,在战略层面上,彻底祭拜对手讨贼习文,祖父中常诗藤,于左冠,徐黄,并作妖念附松,乞盖盖,血痒,饮脏载味操罪烟与丑,本无以德 到了唐宋元时期,有更多可骂的词汇了,经过了秦汉的巴掌唐宋元繁画进一步向今天 靠龙举个例子《资质通鉴》中,记载安西街都市夫蒙云茶大骂高先知,当狗分高丽奴 吃狗屎包高丽棒子,混在了当时的各种流行技巧,如民族骑士,人格鄙视,动物类比等代表了唐朝骂人的较高水平 被与为前故一帝的唐宗宋祖赃话也照说不,武唐太宗曾被魏征的尽尽热怒跑回去跟老婆哭诉,会是杀死天生哦 总有一天要杀了这个香巴佬,宋太祖寝食房梁损坏,需要更换大臣奏报要结根巨木当房梁 太祖在折子上披,解你爷头,解你娘头,解你抱的头,解你妈的头 当时的人不禁纷纷称赞认为,充分表现了太祖的爱物之心,而想要了解宋元的民间赃 话当然不得不看国马宝典水谷传,一马皆达人五只身为一书画,几乎没有不带赃字的,只娘贼 还敢应口,你两个撮鸟,这丝门斜着屁眼散开 白话中家带着文言粗俗中透露一丝文趣物,完美表现了花和山多得直爽的性格 让人听了唱快淋漓,大悟,到了明清时期恭喜你 可能之前你觉得贼,这丝,严丹斗仍然不够劲爆那么明清 则进一步的将脏话集中到下半身,以及下半身的动作 与今天非常接近可待尽了,不过大明律和大清律 中规定骂人是犯罪行为轻者打屁股,重者流放 所以麻人有一定风险临闻人叫骂,也粗俗了许多 比如明朝文豪王是珍贵为后妻子 知熟在DIS别人的诗词时也使用了粗笔之语,词等语,和不以逆自照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写的是什么鬼,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号称封建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里面的骂人艺术 甚至玩到了现代比如第四十六回 鸳鸯骂嫂子,你快夹着闭嘴离了这里,好多人了 什么好话,宋慧宗的音,赵子昂的骂,都是好话 话,而,生奴之下不仅出口成脏,还不忘用点前半句一鱼双关后半句谐音用点还是出刺一味 教滴滴上位出嫁的小姐姐之口,一般而言三话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性 动物,恶心,地位,人格,血统 所以三话,想令人耳目一心必须多面结合 成层地剑比如水浒战王婆骂远哥,含鸟孤孙 又如金平梅无怨仰痛骂Bitch,非狗囊得养汗的淫妇 都是很好的成功 爱立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对古代三话,以及麻人的高级技巧已经有了 一定理解不妨是做立体,如何说一句惊天地气鬼神的三话 参考答案明末清出长篇小说《醒世音缘传》第十一回 放一家那臭斯科子淫妇,歪拉古街万人的大开门驴子狗臭屁 至于现代嘛,这说走在时代前野的人,都在用表情包骂人了 因此感觉有些人一会打算解了吗? 慢点? 已经是入国人一会打算解释的 把分家给了点钱 黄幻疩同意 我们今天看下延石也有现代替自下所 李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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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寻找